导演只给了他俩几句台词 结果开口第一句话 竟成了华语电影的名场面 别看两位大哥起貌不扬 真是身份却是五星杀手 下单的买家是奸商李法拉 靠买三无产品发了横财 男人有钱就变坏 李法拉嫌弃老婆过于稳重 只要把他干掉 家里的钱就全是他的了 考研二人组接了单 按照照片上的样子去找人 这体型一眼就能认出来 小舅子打算弄坏他的刹车 把事故伪造成意外 结果被富婆发现 上去就是一顿毒打 这情况还得姐夫出手 他们把富婆绑在车上 准备给他来个痛快 但心软的小舅子 怎么也不敢下手 那真鄙视你 刚才要为大你了 那就让你看一行 撒脚干一行 挨一行 姐夫正准备动手 谁曾想富婆吓尿了 尿了 尿你还上来 他只好拿富婆嘴里的臭袜子擦鞋 富婆终于能说话了 想知道到底是谁要杀他 考验二人组决定 让他死个明白 于是把雇主的录音 放给他听 富婆一听声音就知道 是他的死鬼老公 一口价出六万 想要买通杀手 你把他杀人了 原则 你知道不 但穷人怎么会和钱过不去 考验二人组最终答应了富婆 转头再去杀李法拉 这俩人下手之前 把照片烧了 只记得大概轮廓 看到一个穿着同样衣服的人 就迫不及待动手了 但他们哪知道 这人不是李法拉 而是正在躲避警察的阿泰 阿泰在这和东海等人 做粉圈交易 谁知道警察突然来了 他们只好临时取消交易 怕被认出来的阿泰 偷了件衣服换上 刚好这衣服是李法拉的 稀里糊涂就成了替死鬼 阿泰被绑在冷冻车厢 本以为这下要完了 结果考验二人组又怂了 他们打算先把钱骗到手再说 可没想到 小舅子把空调开成了速冻模式 阿泰被冻傻了 他解开绳索 穿上了车里的警服 考验二人组拿着带血的衣服 去找妇婆要钱 妇婆信以为真 准备交钱 这时李法拉回来了 经过一番交流 二人才认出 他就是雇主 这两口子一见面 立刻吵得不可开交 考验二人组一看这场面 得了吧您累 这单生意 咱不做了还不行吗 他们着急忙慌回去 处理车里的冤大头 结果一打开车门 你算了 这菜容易吧 阿泰已经冻成了冰雕 二人想把他扔进下水道 但根本塞不下去 于是又把他放回了车里 准备嫁祸这两口子 此时夫妻俩还在战斗 突然 李法拉吓坏了 他愁了一晚上 都没想到该如何处理尸体 结果在这个时候 耿浩主动送上门了 李法拉这次态度非常好 表示马上给他赔偿 他想让耿浩拿刀削水果 这样凶器上 救了耿浩的指纹 李法拉心里非常紧张 结果耿浩突然用刀割破了钱 想咽咽真假 李法拉这下放心了 耿浩拿了钱离开 刚到门口 又碰到了考研二人组 耿浩还以为他真的是警察 姐夫郑愁怎么处理冰雕呢 于是顺坡下驴 把车还给了他 耿浩以为自己走运了 开开心心地回去给师傅准备葬礼 而李法拉正在伪造犯罪现场 准备嫁祸耿浩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考研二人组看在眼里 俩人本想拿了钱就走人 这下忍不住想教训他 另一边 耿浩看到车里的冰雕 立刻跑到警局报警 这一来反而被当成了杀人凶手 耿浩觉得自己倒霉透了 结果还有一个人比他更倒霉 这一来反而被当成了杀人凶手